A.I. 坐上去好像新幹線一樣 不只新幹線 吃福類切的 就是搭上AI特快車根本停不下來 讓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大喊 現在就是市場爆發期 不想退休啦 畢竟廣達近兩年在手訂單有夠旺 接下AI伺服器大單也讓林百里財富 在過去20個月裡暴增超過一倍 目前身價來到120億美元 穩坐台灣首富寶座 第二是發明 然後再來布局 然後再來整個市場開發 第三布局都同時發生的 不要去預計未來 你不如是以面的未來 而看到另一個排行榜單復比是 林百里更是全球前500富豪榜上的第190名 其他像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身價也來到102億美元 畢竟廣创辦人張潛生 連發科董事長蔡明介 資產也都跟著飆漲 可見社會AI也讓科技大佬 身價繼續水漲船高 董事長 財經新聞 毛腳屏 張宗君 綜合報導 都 水漲船 佈食 絲 下